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继续看《诗诗记》第十一章 我们看到第十章说谈到激烈的人来讲的话 特别决定谁能先去攻打亚马人 谁必做激烈一切皆宜的领袖 那谁做领袖呢 好像没有人敢出来 没人来讲彼此观望的状态 十一章这样说 激烈的人耶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他不是勇士 他是大能的勇士 可是他出身不好 他是基你的儿子 所以他不是单亲的儿子 他是基你的儿子 因为他是激烈所生的 你看激烈所生的 所以激烈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即使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就赶足跌活他 为什么赶他呢 如果父亲还在来的话 你赶的话 那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能在父亲不在了 或可能父亲已经过世了 要分家产了 要分家产的时候就把他赶出去 为什么 他是基你所生的 不是妻子所生的 所以这样一人的话怎么样呢 他就落魄了 他们赶足他说 你不可在我们的富家承受产业 你应该很现实吧 你看家里是很现实的 极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非常的现实 因为你是基你的儿子 所以他出生是非常的卑微的 非常卑微的 那这种卑微的话 有什么特色呢 他可能是自我形象肺炎地 你怎么受到排挤 都在排挤 但他有个特色 他是怎么样呢 要怎么样呢 自己努力 要出人头地 要出人头地 要赢得社会的什么认同 所以来讲的话 他就怎么逃 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什么 佛伯地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就被那种什么呢 利林好患 因为他是大能勇士 自然有一种吸引力 吸引一些人来跟从他 就匪徒在那边来讲的话 这些匪徒表示怎么样呢 他们是一种怎么样呢 我说利林好患比较好一点了 就跟从他 他在做首领呢 过了些日子 亚蒙人攻打以色列 亚蒙人就怎么样呢 攻打的时候呢 激烈的长老 怎么样去找耶和他 请他说呢 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 我们好与亚蒙人征战 你看这时候 这个激烈人都没有首领出来 没有人敢出来打仗 所以请怎么样呢 耶和他出来 耶和他出来 所以你看激烈人来起来的话 真的是他怕打仗的 没有勇气打仗的 所以找他过来 耶和他回答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 敢出我处离富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极难 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怎么说呢 我们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同我们去跟亚蒙人征战 你可以做激烈一切 激烈人领袖 因为你比较勇敢 你带头来跟我们打 带来跟我们打 耶和他怎么说呢 你们叫我回去 跟亚蒙人征战 耶和他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我打成仗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有没有看哪一句老话 这一方面就是 耶和他一个特别的期望 他是怎么失去家庭的这种温暖的人 他也需要怎么样呢 家乡的一个认可 但他更希望能够怎么出人头地做领袖 所以呢 这些激烈的长老回答说 当然了 在耶和他 有耶和他在你我当中做见证 我必定照你的话去醒 也是耶和他同长老们回去 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首领 然后做颜帅 耶和他做什么呢 将怎么样 在米斯巴里面所想的一句话 成名在耶和华的面前 耶和他面前 那去打仗 他跟亚蒙人开始怎么呢 先做理论上的辩解 什么理论辩解呢 他打发人去见亚蒙人的王说 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你进来攻打我们 亚蒙人的王就回答他们说 因为你们占据我们土地 意思怎么样呢 意思到耶和 现在你要把这个地好好地怎么归还给我们吧 给我们吧 耶和他又派施了过去跟亚蒙人的王来说 他按照怎么呢 他说即使来讲的话 以色人并没有说要躲起你们的摩亚的地方 也没有要躲起亚蒙人的地 亚蒙人的地 因为当时来讲的话 摩西带领他们说是绕过摩亚 跟绕过亚蒙人的方面的 并没有 但来讲的话 他有做什么事情呢 他要攻打来讲的话 例如在这个 乙东人方面来讲的话 乙东人不答应 然后来讲的话 也不允许 你看这一方面来讲 也没有跟他产生的问题 后来他们绕 绕过乙东跟摩亚地 在摩亚地来讲的话 后来来讲的话 怎么办呢 也派使者去见怎么办呢 亚蒙人往西红 西红 那西红来讲的话是怎么样 不止来讲的话 西红来讲的话 西红做法是怎么办 他不心怒以色列人 在经过地方来讲的话 还要跟他们为难要攻打 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他攻打 然后呢 神就把怎么样 西红跟他做名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才可以击杀他们 给他们 而得了亚蒙利人方面的土地 所以来讲的话 那以色列人手做事 是合情又合理的 并没有任何违法方面的事情 可是这样讲的话 亚蒙人有没有答应呢 亚蒙人也不答应 亚蒙人也不卖账 所以即使耶和他 他懂了历史 他懂了地理 他懂了整个过程方面 跟他来做辩论 这就很好了 希望辩论当中把问题解决掉 可是那里讲的话 这个那里讲的话 亚蒙人是不答应的 意思怎么样呢 要攻打 要攻打过来 所以你看28节讲 但亚蒙人的王 不肯定耶和他打花人所说的话 所以谈判和解破裂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就只有打仗了 谢谢各位